我们来看到的是您如果找不到工作的话呢 老委会的职讯局现在是打算开放立即上工计划的资格 像是社会新鲜人第一次找工作的 还有持有八八水灾受灾证明的灾区失业者都在纳入之内 新鲜人找工作不用再碰壁 老委会立即上工计划从去年10月实施以来 已经协助了48000多人来就业 现在看到成效不错还打算要扩大资格 让更多人有工作可以做 出自寻职者就是说第一次找工作的人 那第二种类型是就业服法规定的一些特定的对象 就是比较弱势的 那这些特定对象包含身心障碍者 原住民 中高龄 还有更深受保护人 独立负担夹记者 长期失业者 还有一些生活辅助户等等都算 那另外第三类的部分呢 是针对这次莫拉克风灾 水灾受灾的受灾者 除了放宽计划的资格限制之外 老委会还要提高特定对象 以及持有受灾证明的灾区失业者 雇用补助额度到新台币一万两千块钱 只要雇主愿意雇用他们的话 我们会给他一万两千块的 每一个月一万两千块的补助 那最长是六个月 但是针对没有技能的部分 那雇主也是可以先雇用 那我们雇用之后呢 我们希望说雇主如果能够在 利用工作职场的部分 来帮他做训练的话 我们一个月也可以给雇主五千块 然后可以给六个月 预估立即上工计划 到年底前总共可以协助七万人 来顺利就业 不管是投家要找人 还是民众要找工作 符合资格的都可以向各地的 公立就业服务机构来洽询 或者是申请 不然上就业以往 或者是打电话 也都能让自己有头路 可以立即上工 中天新闻 红水王志仁 泰报道 中文字幕志愿者